大家好 欢迎来到Math学院 上节课我们学到了 紫查询中的前三种形式 可以由in 或者是比较运算符 或者是我们的exists 引发的一个紫查询 那接下来我们看以下几种形式的紫查询 首先看第一个 可以使用我们的 any,sum或者all 配合上我们这个比较运算符的形式 那接着看到 any和sum呢 是相同的一个关键字 它们两个一样 all呢也是一个 那首先在这给大家列了这样一个表 当我们使用大于号 或者大于等于号 配合上我们的any,sum或者all的时候 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接着大于等于any或者sum 代表的是大于另外一个 里边的最小值 那大于等于all呢 代表大于里边的最大值 大于我们查询结果中的最大值 那小于小于等于呢 any或者sum是小于等于里边的最大值 或者是小于等于all的情况下 是小于里边的最小值 最后等于 以及不等于 那等于any或者sum呢 相当于里边的任意值 相当于我们in的效果 那不等于呢 不等于all的时候 相当于里边的任意值 也是相当于in的效果 在等号的时候 不可以等于all 在不等于all 不等于all的时候呢 我们不能等于any和sum 那接着拿这个any,sum和all 我们来做一个例子 就拿我们的学员表为例 现在我想得到所有获得奖学金同学的人有哪些 在这来写 获得查询 所有获得奖学金的学生 学员的信息 那现在你来看 我们的奖学金表中一共有三档 select信号fromscholarship 一共有三档 那想获得奖学金呢 至少应该大于里边的最小的这一档 所以说此时呢 我们就可以使用到大于里边的最小值 或者大于等于里边的最小值 可以选用大于等于any或者是some 那你就可以这么来写 selectidusernamefromstudent 条件是where 谁呢 我们的分数scol 应该是大于等于里边的最小值 哪个里边的最小值呢 selectlevelfrom我们的scholarship 接着在这儿 你需要加上any关键字 或者是some 来实验一下 scholarship 表明我们写错了 你看到 你看到得到的结果 king king5 我们把它的分数也拿出来 scol 你可以看一下 所有的得到学员的信息呢 分数应该都是大于70的 大于等于70的 接着一共有4个人 获得了奖学金 这是大于等于any 你使用any可以 或者呢 你使用all 或者使用some 都可以 他们两个是等价的 这两个关键字 得到的结果是一样的 那接着再往下 all呢 是代表什么呢 大于里边的最大值 我想查询一下 所有学员中 获得一等奖学金的 那是不是应该是 大于我们这个 奖学金表中的最大值 大于这个1 大于这个90 才代表获得了 一等奖学金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 在这写语去 查询 所有学员中 获得一等奖学金的 学员 select的一个id username score from student where score 大于等于 or 代表的是最大值 select level from scholarship 我们来试验一下 看看有几个人 能获得我们的 一等奖学金 应该有 一个人 两个人 你看到 95和 90 只有这两个人 符合我们的要求 这是配合上 大于或者 大于等于 那接着再往下 还有小于 小于等于 那小于呢 代表小于里边的 最大值 看到 小于等于 any或者 或者sum 的时候 代表小于 那个表中的最大值 那小于等于 奥呢 代表小于里边的 最小值 那我们就来一个 最小值的效果 看一下哪些人 没有获得里边的 奖学金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 应用小于 里边的 奥 小于这个奖学金 金表中的最小值 就可以得到哪些人 没有获奖学金 查询 学员表中 没有获得奖学金的 学员 select一下 id username score from student 条件是 where score 小于 小于谁呢 小于2 select level from scholarship 应该是 所有学员的 分数 小于70的 都获得不了 奖学金 你看到 把所有学员 小于70的 都查询出来了 而我们的 小于等于 i内或sum 代表小于里边的 最大值 那接着 我们来看一下 只要得到奖学金的 都会小于里边的 最大值 稍微变一下 就可以 把这个 o变成 i内 就是获得奖学金的人了 也可以 小于i内 小于里边的 最大值 接着 你看到 小于90的 都已经 查询出来了 如果小于 等于呢 就包含 我们的90了 但是有一个95的 你就查询不出来 你看到 有90的出来了 但95的 那个人 你就查不到 这样的一个形式 那接着 再往下 再来看一下 等于 等于 i内或者sum 就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我们的 任意的一个效果 只要是我们这个 学员表中 奖学金表中 一共三个值 select 新号 from scholarship 只要这个三个值 出现过 90 80 70 出现过 那就会找到 相应的一个记录 那这时候 你会看到 应该有谁呢 应该有 select 新号 from student 90 90的有一个 80的有一个 70的没有 我们来试验一下 试验一下 这个等号 等于 i内或者sum 不可以等于 2 select id username scol from student 条件是 where scol 等于 i内 select level from scholarship 它就相当于 in的效果 应该出现一个 80 一个90 那接着 你把这个等于 i内的 你用in来替代 效果是一样的 in 你看到 得到的结果 是一致的 那同样的 不等于的时候呢 只能是 不等于 out 不等于里边的 任意值 也就是not in的 一个效果 除了这三个值 我们简单来试验一下 写上一个 简单 not in也可以 除了90 80和70的 所有的 都会被查询出来 你看到 这是我们的 查询结果 或者你 使用不等于 out的效果 也是一样的 用这种形式的 可以 相当于 not in的效果 在这来给你写 相当于 not in 这个呢 是相当于 in in的效果 这是我们这个 比较运算符 配合上我们的 inna sum和out的 一个用法 那接着再往下看 学了此查询之后 我们以下这两种语句 也可以 将我们的查询结果 写入到我们的数据表中 那就拿我们这个 奖学金表为例 我们可以再来创建一个表 create table table test3 test1 里边有两个字段 来一个id 写成一个tinynt 按send auto increment key 再来一个number 写成一个nt tinynt 按send 接着呢 现在这个表 可以成功 auto increment 写错了 auto 这个表是可以成功的 成功之后 你可以看到没有数据 test1 那现在我就可以通过 把我们奖学金表中的数据 导入到这个表中 你可以通过这种语句形式 insert 可以有into 表名 字段名 接着值呢 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语句中 查询出来的结果 那现在你来看 insert test1 id number from select 第二个语句 我们要从哪个表中查呢 从我们的奖学金表中 或者是从我们的学员表中 都可以 select id 包括 这个scope from student 保证字段顺序 字段数目一致 那你看一下 是否可以 你看到成功 成功之后查询一下 test1 test1 结果已经看到了 其实呢 就是先把这个select语句 执行完毕之后 得到了我们的结果集 再把结果集中的数据 插入到这个表中 这就是应用了我们的 子查询的一个形式 注意执行顺序时 先执行它 再来插入 简单的带着大家来测试了一下 那接着再往下 还有一个语句的形式 在创建表时的表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把另外一个表中的数据 插入到这个表中 同样的也是应用到我们的select的查询 那现在我们来试验一下 再来创建一个表 就拿它为例 test2 接着不要分号 select id score from student 来试验一下是否可以 回车 成功 成功之后 首先查看一下表结构 test2 你看到 稍微有点不同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儿 你写成一个id 写成一个score 但是呢 你看到第二个里边的字段 你叫做number 只有字段名声重复的时候 才会把这个值 附到这里边 那现在你来查询一下数据 也能发现 from test2 number 你没有附值 都是not 因为你允许 为空 那接着我们可以再来测试一下 你稍微变一下就可以 你把它也叫做score 这时候 你看到得到的字段 只有两个 成功 再查看一下表结构 test3 只有两个字段 就是id和score 接着呢 我们再来查询一下 内容 数据 结果和你的score表中 效果是一样的 和你的student的表中 你可以看一下 得到的除了用户名以外 这两个是我们想要的数据 全部都拿过来了 这也是应用了我们的 紫查询的一个形式 好 那这节课呢 我们把紫查询的剩下几种形式 给大家说了一下 下来之后呢 大家把这几种形式 来练习一下就可以 那这节课 我们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下来之后